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盯着我 麻烦你离开我的生活圈子可以吗 干嘛呀 我问你 你也自信 放开 稍等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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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那个家伙是故意装我 可我钱包还找帮手 你以为你穿得人模狗样 我就不认识你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 哎 不要装傻冲冷 把钱包还给我 我 看什么 你应该认识聂斯奇吧 严夏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你跟踪我 你为什么认识聂斯奇 你调查我 真不好意思 他穿着我们公司设计的新款出现在了酒吧里 正好被我撞见了 你看啊 这款时装啊 如果略做修改 肯定会大卖的 这是从哪里来的啊 这你别管 你只要按我说的做 如果经过我的推销 一定会有销路的 嗯 这些衣服是你设计的吗 我们制衣铺做的 怎么了 这是我们DI这一季的新款 发布会今天才刚开始 你就有了设计图 看来你是剽窃惯了吧 设计图哪来的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来掩饰你小偷的身份 我没有偷你的钱包 但你剽窃我们公司的设计 已经是事实 还我钱包 想要我还你钱包是吧 跟我走 非礼 非礼 你来干嘛呢 她剽窃迪爱的设计 算了吧你 她说我是小偷 还当着非礼我 她 不可能 她不可能 你看她这个样子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专门占我这种 弱女子的便宜 还跟我演上了是吧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装得楚楚可怜 就能掩饰你剽窃的行为 停吧 你们两个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听我说 你是小偷 你是剽窃者 这都不重要 能不能等发布会之后 再控诉对方 放心 我去过她的店铺 知道她店铺在哪儿 她是我朋友 是DI集团的人 你要真想控诉的话 我帮你 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两万块我会放到你店上 我早就说把这店卖出去 你不听 非说这是传统手艺 现在 人家说你的手艺是剽窃 要求赔偿 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我们怎么赔得起啊 我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现在好了 闯大货了吧 反正我是赔不起 你自己看着办吧 气死我了你呢 这算什么 整我 站住 我跟你说话呢 我叫你呢 不理我啊 偷我东西还非理我啊 现在恶人先告状 有天请律师了不起 是不是 你要告我是吧 好 告我我也告你 偷东西 告你非理 我是 给我站住 别跑 是男人 你就把车锋停下 气死我 出人怎么样 怎么是你啊 很惊讶吧 我也很惊讶我怎么会来这里 我这里不欢迎你 麻烦你又顺移离开 顺移 你是在开玩笑吧 咱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好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顺移的意思就是 你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这里消失 我不跟不讲道理的人打交道 那我要是不走呢 那就别怪我用武力解决了 看来你是不想和解了 和解 你又说不告我了 现在有共同语言了 要向车速可以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把这份合约签了 去 去 丁文笑 霸王条款这么多 咱们先不说 你是用期三个月纸发基本工资 就这合约 只有傻子才会签吧 你放心 我不签 你打死我我都不签 那你就是决定让我起诉你剽窃迪艾的设计了 如果案件成立 你将赔偿迪艾一整季度的损失 你觉得这是三个月的工资能解决的吗 我说你这人 你经营这家消逝光年制衣铺应该很费劲吧 不然你也不会给迪艾投简历 再者 以你的资历 你到哪家正式公司上班都会被刷下来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不是吗 这个家伙说的没错 但我也不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吧 否则 一定会被他看不起的 好了不要再签太辞了 你在我面前就是个透明 好 让我签这个不平等的合约也可以 但是 我也有我的要求 只要合理我都可以接受 连续 把我钱包还给我 我没偷你的钱包 你说没偷就没偷啊 你当我傻啊 好 既然你说我偷你的钱包你说吧 里面有多少钱我还你 你看成人了吧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有多少钱 我不要你钱 我只要我的钱包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 我没偷你的钱包拿什么还你 我不管 只要我的钱包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合同我立马就签 我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他看见我妥协的样子 不行不行 怎么了 是考虑把钱包还给我了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证明 钱包不是我偷的 口说无凭 那也是你的问题 你不撞我 我钱包怎么会丢呢 行 不过我就是很好奇 你钱包里到底放了什么 这么较劲 钱 多少钱 两万 不可能 那里面放不下 一万 也不可能 那么就是五千 这个你不用管 签约可以 等我找到钱包为止 不用找了 是这个吧 不用打开看 里面没钱 神医院许你看我钱包的 我可没那么好奇 钱包丢了几天 在路上难免被人打开看看 把值钱的拿走不值钱的留下 不是吗 我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 现在钱包已经回到你的手上 可以签约了吧 签就签 谁怕谁啊 等一等 签约之前 我有一个条件 收 我呢 每天只工作五个小时 只要你任务能完成 没问题 上班时间不定 可以 你说的不许反悔啊 不反悔 现在可以签了吧 签就签 喂 喂 丁总 钱财 设计师到了 设计师到了 好 我马上过去 凌珊 要开会你先过去 别让设计不等你 他一会儿就去报到 我已经跟公司签合同了 为什么还不让我进去啊 我交代的 为什么 别忘了 你还没有洗清剽窃的罪名 你还说我 你才是 小偷 别忘了我已经洗清了 把你的包给我 干嘛 防止剽窃 还有手机 是不是过分了 一点也不过分 别忘了这五个小时 你隶属于公司 下班后找我 如数归还 公司有二十四小时监控 别想耍什么花样 带他去设计部 请跟我来 你好 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你不用自我介绍 你知道自己的工作支撑吗 设计师 很好 那我就不用多说明了 听说你在这里每天 只上五个小时半 是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 也就是说 据你下班时间 只剩三个半小时 没错吧 没错 那你听好了 今天你必须完成的工作是 下班前交五份设计完稿给我 五份 完稿 手机设计师 是 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第一天你工作都完成不了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卷铺盖走人 我可以 三个半小时后 来我办公室找我 无论如何 不到撑过这三个月 这是您要的武装设计图 我该下班了 沐总监 明天见 再见 我下班了 手机跟包可以还给我了吧 桌上自己拿 对了 你朋友帮你接了很多活 别因为私事耽误了公事 你偷看我手机啊 我是正大光明地看 还有 我在你手机上装了追踪定位 你是不是偷翻了我的包 偷看了我的手机内容 做了亏些事还要定位我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不是你没有剽怯的习惯 但你有偷窥的好奇心 好了 你还舍不得下班吗 还有很多活在等你 丁总 我也不用前台词了 你放心 你的每一笔账 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干嘛 下班 车车快点啊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 真的不用我送你 真的不用我送你 变态 你是故意逗我闻是吧 丁总 既然怕我剽窃 为什么还敢批怨我 因为你免费 暴露本性了吧 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去萧市光年附近 你打听一下八条街影内 没有人不知道我眼下暴躁的脾气 你最好别惹我 否则我 死无葬身之地 对 那是三国时期的说法 现在是文明法治社会 我就喜欢怀求你管我 所以在你的设计里 才保留了盘扣和刺绣 你怎么知道 你偷看我设计啊 我是公司主管 看公司设计师的设计稿有问题吗 你之前偷考DI 你有看过DI一贯的风格吗 当然有了 那为什么在你的设计里 全是个人色彩 一点DI的风格都没有 因为 所以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 除了有自己的个人色彩之外 还必须要兼顾时下的流行元素 还要有敏锐的消费者观察能力 如果只专进一处 那只能成为一个工匠 看不出来啊丁总 你懂得还挺多啊 我 我 干嘛 到了 下车 谢谢丁总你提醒啊 提醒你一点 以后上班别迟到 公司附近堵车 我 连下班都监视我 我今天非得和你好好理论理论 你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上班时间怕我剽窃 没收我的手机跟包就算了 下班时间属于我的个人生活 你凭什么介入 我凭什么介入 因为公司的设计稿又被剽窃了 管我什么事啊 手机跟包都有你保管 我拿什么去剽窃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盯着我啊 麻烦你离开我的生活圈子可以吗 干嘛呀 我问你 你也自信 走开 走吧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不用 我自己回去 来这一铺干嘛 你不是说你没剽窃设计吗 那就打开门让我检查 听我笑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吗 比起一个剽窃者 一点都不过分 你别左一句剽窃 右一句剽窃的 我清楚地告诉你我 我没有剽窃迪爱任何设计 那聂斯奇的衣服哪来的 我哪知道那只是一个意外 意外 如果是意外的话 那为什么迪爱的设计 会接二连三地外流 我第一天上班我哪知道啊 再说了我上班 你把我手机没收了 给我装定位 我怎么剽窃啊 你要想证明你不是剽窃者 那就打开门让我仔细找 为了证明我的青蛮行我让你找 这个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 我怀疑迪爱的设计稿都在这里面 这里面没有迪爱的设计 那这里面是什么 是迪爱的设计稿吧 只有这一张是迪爱的设计 其他没有了 你当我是白痴吗 如果只有这一张是 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 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画册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剽窃迪爱的设计 这张也是思琪给我的 我真的没有 不信你问思琪 是不是平底鞋穿起来 比高跟鞋舒服 所以 跑得特别快 对不起 喝得有点多了 忘了 明天记得把鞋戴上 公司捡 我安 虽然不太喝酒 但比你那双高跟鞋要舒服 如果不走动 也确舒服 可是走起路来 始终不敢走 那你就站着不要走啊 人如果只站在原地不走 那又怎么会跟得上别人的步伐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别人的步伐 那么优秀的你 应该站在原地等别人靠近 你 如果这双鞋是闻笑的 别给自己过多的期许 那只会给自己 带来更多的伤害 我是真的想为我父亲夺回敌爱 还是为了让凌善留在我身边 连我自己都分不清了 好 丁总 这是十张设计稿 我提前完成了 可以下班了吗 可以 等等我送你 不需要 不是你需不需要的问题 是在你洗清剽窃者的罪名之前 我都会监视你 好呀 我正好省了一笔路费 车在地库 你先下去等我 上车 你让你车 你先安全地把我送到家了 满意了吧 下车干嘛 跟踪我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一个 变态 我只是在这儿约了人见面 谁允许你在这儿约人了 这是我的地盘 我允许了吗 喂 妈 你把我的话当空气是吧 我 我刚才 我不需要你的解释 你马上给我回家 为了防止剽窃 只能采取这种手段 我觉得 你们迪埃未来的走向 如果能够以东方古典为主题 再加上林山的前卫设计理念 这的确是迪埃上市的一条路 哎 温孝 温孝 哎 人家别让我们干事吧 你干嘛呢你 开始开车 别打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这边就拐了 多点啥的时候啊 你去开门会这样啊 你为什么开车啊你 你干什么的事啊 医生 他怎么样 你是里面病人家属吗 不 我是 那你就是他男朋友吧 你也太不注意了 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 肝功能异常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很可能会引起肝癌 待会儿他醒了 送到普通病房 你再去看他 谢谢医生 喂 莫辰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 出什么事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来了再说 我以后 这么晚找我来医院 有什么急事吗 银下昏倒了 我送他来医院 昏倒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大事 医生说他因为过劳 导致肝功能异常 待会儿他醒过来 你替我照顾他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还有 告诉他 明天周日不用来上班 好 交给我吧 对了 你别告诉他 别说是我送他来的 你做好事不让人知道 那我怎么说 靠你了 连设计稿都不拿就跑了 赶快拿回去 我可不想 也被怀疑剽窃 赶紧拿回去 昨天是在抱歉 着急走 所以忘了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能让你这个职场精英 落下了关系到 上市命运的文件 小事 小事 我看绝对不是小事 文肖 你该不会连我这个老同学 都想瞒着吧 还不是因为这个言下 因为突然昏倒了 所以我一着急 我就 所以你就 连声招呼都不打 匆忙地离开 还落下了这个 说实话 我可从来没见你 对哪个女人这么伤心过 就算是穆灵山 你也绝对不会落下这个 你该不会是 喜欢上人家了吧 虎说八道什么呢 欢迎光临 你这种为善的白莲花 有什么资格勾引我的男人 想借进DI集团勾引丁文肖 想飞上之头变凤凰 想骗过所有人 但是骗不了我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别装了 在网上故意散播那些 强吻文肖的照片 稍然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她和我有婚约 最好不要纠缠她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说 来得这么好 撞枪扣上了 你到底对眼下做了什么 你能不能文明点 文明点 你是个什么玩意 我对你文明点 你压榨眼下还吃着豆腐啊 告诉你 你心里想着龌龊的事 我清楚得很 你在胡说些什么 不承认是吧 好 我今天就打到你承认 我告诉你 你打不赢我 我还没动手呢 你先动了手 住手 眼下眼下 你看看 这家伙欺负人都欺负到 咱们地边上了 你还忍 丁总 你不用监视我 剽窃的事情我也不会做 还有 我们店铺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我说眼下 你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了她 你应该把所有对你不公平的事 全部说出来 砸她脸上透霍一个拱刀 你别走 说你呢 你不要脸 眼下我 这 这俩人什么情况 丁总 牧总监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刚给他打电话也没接 牧总监不会出事了吧 丁总 我有坏想跟你说 你的事能不能晚点说 我现在有急事 五百万 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根本就还不起 难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传统手艺 泯灭在流行的时代中吗 爸 对不起 丁总 你没有交完设计稿就离开公司 你知不知道违反合约 丁总 如果你想告我剽窃违反合约 那你就告吧 我无所谓 难道你就不怕失去萧氏光年吗 我已经失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丁总 我不需要你关心我 我更不需要你可怜我 更不想跟你有任何牵连 零下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自从你的出现我就开始倒霉 我不是你们有钱人玩的玩具 我也玩不起 对 我家里是穷 没钱 但是 我有骨气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 就请你马上离开 保留我最后一点尊严 可以吗 如果就这样失去一个设计界的明日之星 是我的一种遗憾 迪爱也将面临着上市的危机 喂 莫辰 麻烦你帮我告诉一下严夏 她的事情办完了 现在立刻回公司 处理完剩下没有交的设计稿 你等一下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句没听懂 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就这样 怎么突然收拾这么干净啊 难道 消失光年 准备换地方吗 不是 是结束营业 结束营业 我还不起欠银行的五百万 所以只能让银行 查封 店铺和我家 原来文霄这么着急处理的 是严夏欠款的事 可能 结束不了 银行欠款 现在已经还清了 还清了 应该是吧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骗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也对 你骗我是没有好处 徐莫辰 我为了感谢你 帮助我 还清我们家的债务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呢 你是我消失光年 最大的股东 你放心 五百万呢 我会分期偿还 至于这个 利息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 夺散哪 这件事 以后再说吧 你现在赶紧回公司 如果延误了交稿 丁门孝可不会放过你的 说到 你这种方式 也许能激发眼下的设计潜力 丁总 我听牧总监说 三天后要比赛 什么情况 你准备好迎战了吗 丁总 不用比赛了 比赛结果我已经知道了 我举双手投降 你坚守消失光年的信念是什么 让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那你当初来DI应聘设计师 又是为什么 丁总 你在做调查问卷吗 你不是希望 将中国裁缝的传统手工艺 发扬光大吗 那是你猜的 就算是我猜的 但你总不能否认 你想成为一名 真正的设计师吧 如果是 就请你拿出你的实力 证明自己 丁总 我想好了 我决定接受 和牧总监的比赛 你说得没错 如果想要成为一名 真正的设计师 我就要将传统的手艺 和设计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才是萧氏光年 存在的真正精神 天哪 光想着设计 怎么把模特的事给忘了 没有模特怎么量尺寸啊 哎呀 原下来电肯定是找我当模特的事 你知道该怎么说 喂原下 什么事 许摩晨 我有个事件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想找我当模特的事对吧 聪明 别着急称赞我 免得后悔 我说的是事实啊 我还没有说什么问题 你就猜到了 但是我的回答 可能会让你失望啊 难道 牧总监找过您了 这不是咱们讨论的范围 至于模特嘛 我倒有个人选 谁啊 她嘛 条件也不比我差 自立还可以 但是她是个素人 但我相信经过你的改造之后 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成为名模 好啊 那你把她介绍给我 丁文笑 她 算了 算了啊 你看她那张冰冷冷的脸 一点亲和力都没有 如果让她走替她 那台下的人 估计早就结冰了 我 我不想我的设计 毁在她的手里 反正还是谢谢你啊 这件事情 我自己想办法吧 她找你帮忙 你干嘛带上我 因为我觉得 你是最佳人选 我 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模特啊 是不是在担心模特的事 你会读星术啊 如果不会你别瞎猜 不会读星术 但每次猜的都没错 不是吗 别拿巧合当常态 那你也别嘴硬 你不许星术 模特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 你不会是想毛翠自荐吧 怎么我不够格吗 身高 腿长 身材比例还可以 但是唯一的缺点 一张冷冰冰的脸 走上梯台台下的观众 全部都结成冰块 这不是我跟许莫辰说的话吗 我还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 是不是许莫辰出卖了你 把你这段话告诉了我 你怎么知道的 你脸上写着 丁总 我没有时间跟你拼嘴 我也没有时间来跟你闲聊 我是来谈正事的 我很自信 以我的条件绝对比任婿强 别忘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不想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什么麻烦 就 丁总 在模特这件事情上呢 我自己想办法 不麻烦你再替我操心了 我还要继续工作 怎么不是许莫辰 是他 想破坏我女儿来之不易的感情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个人 怎么不知羞耻啊 你明知道我们家严下有对象的 你怎么还在中间搞破坏啊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这要是大白天的 可能我误会了 这现在都几点了 半夜三更 固难寡女共处一室 能误会吗 你是不是对吴家严下做了什么 我可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可饶不了你 我 阿姨 阿姨 你个臭小子 你别跑啊 阿姨 你身上力气 你别跑 求我给你解释 干嘛呢 你让开 我给你教训这个衣冠禽兽 你说 你受了什么委屈 妈给你做主 我没受委屈啊 怎么可能呢 你是不是不敢说呀 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 你看看 这都几点了呀 大朋友得连耻心的人 都知道女人明节的重要 今天 幸亏是被我撞见了 要是被别人撞见了 要传出去该多难听呀 万一传到我未来女婿 许莫缠的耳朵里 你说她该这么想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了吗 我胡说了吗 妈 阿姨 我告诉你小子 以后 别再纠缠我们家言下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妈 你少说两句 不是 你怎么还替她说话呀 你是胡同虫啊你呀 别喊了 这街坊连句都听着呢 那好 你爹爹必须跟我说清楚你 走吧 丁珊 外面这么冷 你怎么出来了 我给温笑打了电话 她说马上就来 所以 我想在路口等她 丁珊 在你的心里 难道就没有我的角落吗 我的心 已经被温笑填满了 没有办法 容下其他一丝感情 还要懂你躲着我 你家楼下的咖啡店 你家楼下的咖啡店 但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记在脑海里 你也有所以 但是这里 只属于温笑 你说这些话 我不知道是该开心 还是该难过 开心或是难过 不都是自己的选择吗 别人左右不了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我对文霄的付出 并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 这是一种难过 而我 却落在其中 不是吗 芸汕 这是你最美 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而文霄的冷静 沉重 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文霄够狠 而你 够残忍 同类 才能共同生存 凌珊 保险 就当作 是给一颗即将屏风的心 一丝温暖 家有对爱的情结义 我想我不是你的主要 可为何你却对我喜愿 和我脸 难过都不愿挑选拔 足够我回味一生了 我肯定不够体贴你 给我的爱情体验我 只能 得到空白倦 我努力等 冰住心疼 我感到 坚强 他 这 魄 我 对 我 你 会 可 不愿闹 能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们 我 你 我的灵珊是爱还是愧疚 我好像从来都没明白过 别着凉了 放心 我会陪你一起等 在这一刻 我才明白 真正需要温暖的并不是末尘 而是我 谢谢啊 我以前没有发现 做设计师还有那么多学问啊 以前真是小看设计师了 现在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设计师了吧 可想而知 牟总监在DI独称这么多年 是费了多少心血啊 如果真的输给他 我也认了 还没比赛就认输了 但是 输也不能输得那么没有骨气 你别忘了 我也是有特长的 这倒是真的 如果你的设计能和牟总监的设计相结合 那一定非常棒 只可惜啊 只可惜牟总监根本就不认可我对吧 丁总啊 你当初跟我签约 真的只是因为我剽窃了DI的设计吗 是 可是 你后来又发现了我的优点 对吗 谁说我发现了你的优点啊 我从上到下 看到的全是你的缺点 嘴硬是我的特长 你可千万别学啊 我还是习惯那个说话一针见血的丁文笑 丁总啊 你刚刚是笑了吗 有吗 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 丁总啊 你不要每天都那么酷 这样会没有朋友的 人呢 是群居动物 你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孤单啊 这是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比赛吧 你 对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得赶紧回去赶工了 今天谢谢你啊 当时你别忘了模特的事 我先走了啊 下次见 我是真的笑了吗 终于完成了 终于可以打扮剪裁了 忘了给丁文笑粮尺寸了 喂 忘记两尺寸了吧 是忘了两尺寸 你 你怎么知道的 你该不 你该不会在我家装了监控吧 你想太多了 这是常理推断 我是你的模特 你没有我的尺寸怎么减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是你也太为不先知了吧 行了 少废话了 我一会儿把尺寸发给你 别啊 你发过的尺寸不准 我要的是精准 这样吧 你来一趟店铺 我来你家 你不怕你妈又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去找你好了 赶紧的 别磨叽了 把衣服脱了 两尺寸脱什么衣服 你干嘛 脱衣服 没时间给你解释 我 你 你要干嘛 站好了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文笑 你在哪儿 我有点事想找你谈谈 我去找你 我 我在外面跟朋友谈事情 什么朋友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那个 我忙完事情过去找你 你不问我在哪儿 你怎么找我 我知道 第二工厂就职 等我忙完过去找你 先这样过来 愣着干嘛呢 过来继续量 什么表情啊 你不会以为我要吃你豆腐吧 丁总 谁知道 我又没瞎 想歪了啊 我没有 我 我 我只是没跟女生接触过 所以 怎么可能啊 你不是跟沐总监有婚约吗 怎么可能没跟女人接触过啊 你怎么知道 我 我 听公司同事说的 不可能 因为全公司上下 只有沐灵山和莫晨知道这件事 我 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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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有说话 老实说 谁告诉你的 丁总 你看这比赛马上就要接近了 咱们先比完赛再讨论这个问题 颜夏 沐总监也没来找过你 没有啊 怎么了 他失踪了 明天就比赛了 沐总监失踪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 丁总 你还有什么事 你现在盲目地去找 肯定是很难找到 你应该做的事冷静地想一想 沐总监平时会去哪里 或者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又会去哪里 丁文夏 我跟你一起去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万一有什么事还能打把手 走 你知不知道 你无冤不过的消失 我要多担心 沐晨 温小会担心我吗 沐总监不是丁文夏的未婚妻吗 怎么会和许沐晨抱在一起啊 也许凌珊真正需要的 是沐晨 而不是我 文艳夏你在哪儿 我在消失光年 你不是二十分钟前就离开了 怎么还在那儿 你是不是想放弃比赛 我 我没有放弃 既然你没有放弃 你现在就应该在会场 而不是在消失光年 我是 我是 你 衣服我已经让任逊送过去了 他应该马上就会到 丁聪 比赛最终的结果还要麻烦 还要麻烦你告诉我 我 喂 严夏 要不是严夏拜托我 我才不会见你这种人呢 严夏怎么了 别跟我套话 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 接着啊 喂 喂 丁总 比赛结果出来了吗 嗯 还没出来 也有结果马上通知你 好 对了 我设计的衣服 你穿上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合身 的确很合身 你知不知道 其实你做我的模特 我特别难做衣服 我就想啊 我要怎么掩饰你身上的缺点 让你看起来更温暖 但是你那张脸呢 总让我分心 所以我只好 只好怎样 只好 丁总 你刚刚试笑了吗 有吗 其实你笑起来挺迷人的 只好记住你傻笑的样子 然后把它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所以我才能完成这三件作品 是 丁总 说话呀 丁总 你在哪儿 我总不能告诉她 我在医院吧 我在家啊 我 我在 你别想 到我时间吃药了啊 你放点 我一会儿吃 我去 你在医院 你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过去 喂 听不到 我听不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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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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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放松啊 终于摆脱剽窃的罪名 那我的罪名呢 你什么罪名啊 偷窥狂 偷窥是惯性 如果想摆脱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心耳恭听 首先 你要试着相信别人 如果你还能时常保持微笑 又可以相信别人的话 那你算得上十分完美了 你这是在损我还是在夸我 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 不过 还是要谢谢你 当初 要不是你让我签下那份合同 我也不会有去迪埃学习的机会 丁总 我会遵守比赛规则 尽快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丁总 再见 我会坚持自己的信念 永远力争到底 你怎么练一下 我没事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多休息 怎么会那么不爱惜自己啊 医生 他到底怎么了 医生 丁总 你请回吧 我要休息了 医生 他到底什么病 丁总 我要休息了 多危急 symée 要痛哭 序 有 乱 nag 云 但 ak 云 44 欢迎光临 丁总 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了 离职的时候 你是不是忘了跟我告别了 丁总 不是 我现在已经不是迪爱的员工了 应该叫你丁先生 丁先生 麻烦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不能 我说你烦不烦 你不是承诺过不追求我剽窃的罪名了吗 我现在是自由之身 跟你跟迪爱都没有任何瓜葛 的确 你跟我没有任何瓜葛 剽窃的罪名也写清了 但不代表 你自由了 怎么 想绑架我 绑架人可是犯法的 犯法的是我不做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比赛输了的确要离开迪爱 但不代表 你能摆脱迪爱 只是换了工作地点 别忘了你跟我签过什么 不平等合约 如果通过实习将成为迪爱正式员工 合同生效后五年内 必须以迪爱集团为重心 禁止转让转载一切设计 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你是说我通过实习 成为迪爱的正式设计师了 所以还请你履行合约 否则 追究法律责任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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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 对了还有 你必须在今天内 补齐拖欠公司的所有设计稿 没问题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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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总 这个是不是有点为难人了 如果你能在今天之内补齐 你 奖金五万 前提是十二点之前 过时不后 没有你 为了五万 我拼了 不准了 这个银响 还真是个财迷 虽然这是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为了能还上 欠许墨尘的五百万 我也得拼了 谁啊 这个时候打电话 真会挑时候 喂 丁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在十二点之前 交稿的 我当然相信你能按时交稿 因为 为了五万块 一会儿我来消失光年曲 没问题 但是 别忘了五万块 放心忘不了 好 那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还在忙 拜拜 这个家伙 肯定为了奖金还没有吃饭 你 丁总你怎么来了 我马上完了 最后一张 我 丁总 我 我整份夺表画的设计稿 你为什么不珍惜啊 这张算我的 你完成了 真的吗 奖金 别担心 奖金少不了你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饭吃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啊 他告诉我的 丁总 你是不是专门来给我做宵夜的 你想多了 我和朋友吃剩打包的 打包的 没错 看起来挺新鲜的 可不像啊 好了 这不是重点 来说说你的设计理念吧 我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 我是围绕 动灵少女容颜的明星 来做的设计参考 整体的概念呢 比较简约 而且颜色偏暗 但是局部的设计 会有点复杂 我会在胳膊上 加一些条纹 或者是 在腿部加一些条纹 奖金五万 要不要说说 不用 我相信丁总 你的设计被迪爱采纳了 将会在下个月 迪爱的新品发布会上发表 沐总监接受我的设计了 这个 没关系 你不想说就不用说了 我也不勉强你 只是 之前我在迪爱工作的时候 造成你跟沐总监之间的误会 我很抱歉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迪爱虽然采纳了你的设计 但是署名还是会是沐总监 这个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了 我不是想出名 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传统工艺的精髓 丁总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 新品发布会 我可以参加吗 当然可以 这个我来安排 谢谢丁总 这一季度算过去了 你先暂时好好休息 想一想下个季度 你会给迪爱带来 怎样的设计理念吧 我拭目以待 我可以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 改天请你吃饭 好 再见 丁总 先把债务还清吧 这什么 五万块 严肖还你的债 我还有个聚会 先不都说了 原来严肖这么猜谜 是为了还支五百万 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 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 包括我 丁文啸 在你的心里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 当成你的未婚妻 你 丁总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那许墨尘来消失光年 把样衣和设计考 都拿回迪爱了 是不是牟总监反悔了 不想让我做样衣了 不是牟总监 是我 我让许墨尘去的 我害怕迪爱的样衣再泄露 也担心你会再被诬陷 你的担心没错 我也不想跟 剽窃成长关系了 我能理解的 既然知道原因 我也就安心了 丁总 晚安 知道你说的并不是实话 你是在保护牟总监 我乐于接受 如果我有严下那么豁达 也许 就没那么多包袱了 严下 带上你所有的设计稿 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 快 丁总 我不想因为我 再造成你和牟总监 之间的误会 麻烦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跟牟总监的事情 我会处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 DI和LM的合作 快带上你所有的设计稿 跟我走 去哪儿 LM总部 丁总 你去处理什么事情 这么久 不该知道的别问 是 丁总 对了 你选了哪几张设计稿 不是我选的 我怕我有主观想法 所以找别人帮我选的 你找的谁 不是许摩晨吧 你不说我都忘了找他帮忙了 你可千万不要找许摩晨 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再说他是DI的模特 眼光应该不错的 眼下 我希望你找谁都别找许摩晨 还有 你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你许代木总监的事 为什么 不用管为什么 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是 这个丁总 为什么要瞒着木总监和许摩晨呢 我问你 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灵珊 这次如果不是你的射击外泄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够了 你别再瞒嘴谎言了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言下 你会和我结婚吗 灵珊 回答我 会 还是不会 灵珊 这是我父亲给你的承诺 够了 我明白了 希望你不要后悔 喂 喂 丁总 你来一趟萧氏光年吧 刚刚许摩晨打电话给我 突然说要来一趟店铺里 还要问我和你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在我到之前他问你什么都别回答 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你快点啊 丁文乡 你快点啊 一定要赶在许莫辰的前面啊 林霞 你一定要谨守这个秘密 如果让许莫辰知道 那敌爱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喝闷酒啊 还放不下丁文孝是吧 你别欺骗自己了 丁文孝关心的只有言下 许莫辰还没到啊 还没有 你为什么防了他 因为我怀疑他 泄露迪爱的设计 不会吧 迪爱是他父亲的原创 那为什么要泄露设计 这不是在伤害迪爱吗 具体原因我还不清楚 不过在新品发布会之前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 设计外泄的情况发生 这不就是丁文孝的车吗 这不就是丁文孝的车吗 丁总 怎么还不来 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你真的那么希望他来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 我也不反对 毕竟他是 萧氏光年最大的股东 我还欠点钱呢 你是说那五百万 是啊 其实那五百万是 是什么 丁总 说话不要说一半 没什么 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来不来 我才不打呢 如果真来了 那我怎么说啊 难道真的说我们两个在约 那个 要不今天不等了 我手机关机 咱们明天再说 也只有这样了 天色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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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却发生了 只有失去了 才知道拥有的珍贵 丁总 我莫灵珊 今天正式辞去Di设计总监一职 莫总监 莫总监 啊 啊 丁总 你为什么不把刘牟走监 缺乏自信 缺乏自信 我看你根本就是能力有问题 再说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去破坏你跟牧总监之间的感情 你真的觉得因为公司的利益 去失去你的未婚妻值得吗 行了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你不是不想 是你逃避你那些真正的感情 你真的觉得你很了解我吗 你真的以为你懂什么叫感情吗 对 我不了解你 但我知道你并非外表看起来那么冷血 你有一颗温暖的心你不会表达 说到感情问题我告诉你我懂 够了 爱一个人是理解是包容而不是伤害 够了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你只需要完成我交代给你的工作 做就可以了 丁温孝 我也是有底线的人 如果你触碰我的底线 我言下 绝不会妥协 没有 burning 因为 boost 掇论 好 我 lumpen 召开股东会议 好 我马上到 我马上到 很多üman 牟总监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但我还是要把话跟你说清楚 我跟丁文啸之间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也没有要抢走他 我也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来找我纯粹是为了工作 造成现在的误会 我很抱歉 牟总监对不起 如果你可以立刻回到迪埃 那我愿意马上跟迪埃解除合同 别用苦肉计来装可怜 你这样做 是想让文啸更恨我吗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了 你休想背着我继续跟他搞私情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中你的计的 我一定让你深陷泥潭 把属于我的都还给我 牟总监我没有要跟你争 我只是 只是剽窃 糟蹋我的设计 外险给其他公司 让文啸换掉我的设计 而你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代替我享受迪埃的一切 然后成为文啸的另一半 是吗 牟总监我 我跟你说 我一定会戳破你的谎言 让文啸看清楚你真面目的 我觉得你一样 好的 是吗 你家楼下的咖啡店 也要关门了 讨厌下的天 讨厌你说谎的脸 讨厌你给他的留言 又走在还没的边缘 可对我你只会敷衍 是你因为我不敢退探 你给我的耐心考验 我想我会脚上白绝 我努力等拨出心头 等来你在人间放开我的手 我用力折落 想给爱的你找最好的借口 不承认是我没能逼 让你全心全意爱我 所以我 申不放弃 惨塞自够 谁呀按个门铃跟催命似的 阿姨 银夏在家吗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烦银夏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 阿姨 阿姨 阿姨你把门打开 我今天一定要见到银夏 我有急事 你 你想见就见哪 你把脚给我缩回去 银夏 银夏我知道你在家 你出来 今天唐总的代工厂出了问题 停电了 只能完成百分之九十 剩下的百分之十需要你帮忙 瘦小子 你少拿工子来骗我们家银夏 我是完成我对父亲的承诺 如果敌爱上不了事 我父亲就会变成 实现于鼓动的骗子 你 我承认我说谎了 但是我是为了我父亲 我不得不说 你看你 承认自己是个大骗子了吧 你 银夏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根本就没机会 我告诉你 只有完成敌爱上市 才能解开所有的误会 你个臭小子 你太能忍 你把脚给我缩回去 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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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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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还真能忍 哎呀妈呀 累死我了 哎呦 真对不住啊 还要麻烦你眼下过来帮忙啊 唐总 您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完成的 剩下的百分之十 我来完成 哎 那你的团队呢 我没有团队 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怎么能在两天内 完成剩余的部分呢 唐总 您别看我个子小 但我充满无限的能量 那这样 你只完成百分之五 剩余的部分 我来想办法处理 唐总 您就放心吧 两天后 我一定完成剩余的部分 眼下药不算了 你也不相信我啊 不是不相信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受不了 我强中得很 你就这么出来找我 你妈没说什么吧 我都这么大人了 她能说什么 可是 你妈她对我的态度 对你那么凶 是因为怕我被你骗 也是 毕竟我说了那么多谎话 终于承认自己是骗子了 不过 敢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呢 就是好样的 等敌人完成上市 我就跟你一扇探牌 那我继续赶工喽 你也别废话了 我不想误会成真 我出去打个电话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在两天之内完成 才能实现我的愿望 林夏 今天就到这儿吧 明天再来 你要是累呢 你就先回去 我还不累 我是颜小姐 你这样下去 我是怕你的身体吃不消 我说了你不用担心我 我呢 是一定要在期限内完成的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带你去吃宵夜 吃什么宵夜 吃宵夜就是浪费钱 我这有泡面 不好意思啊 泡面吃完了 吃什么泡面啊 对身体不好 我去买宵夜 货送到 可是你为什么买泡面啊 怪我 我全身上去的钱 就只能买泡面的了 还是我最贴心的弟弟 最了解我 钱 快递费就算了 包孩子里面了 你趁火打劫啊 好了 我给你钱 你去给你借 买些有营养的宵夜 来 你这钱给他了 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姐 我可是你亲弟 还给你买了宵夜 有你这么拆我台的吗 难道不是吗 好了 我相信你弟 看看 这才是我认可的姐夫呀 别胡说 把嘴闭上 姐 你脸好像很红啊 我脸 脸红了吗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啊 我会脸红 一定是刚才定文笑 没红啊 我怎么可能脸红 一定是严冬那个臭小子 又耍我 严冬 你居然敢骗我 严冬 严冬人呢 被我瞎跑了 不可能 严冬最怕的 只有我妈 烫 烫 慢点吃 没人跟你请 有人跟我舔我 还不给他呢 对待一下 你一个人撑起消逝光年 你不觉得辛苦吗 不辛苦啊 那我看你 在什么角度下看 角度 没错 角度 在外人看来呢 会觉得我很辛苦 赚钱又不多 在这个时代快速的发展下 还有时尚潮流的快速更换下 守着这家老店 又有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不放弃它 找一家大公司就职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是挺安逸的吗 可是在我的角度下 不是这样子的 我呢 是因为兴趣所在 所以我乐在其中 我 赚得更多的是 人们的笑容 而我 能保有的是一种 韵味和情怀 你知道 像我们这种老店 是越老越有故事 我的目标 不是追求什么名与力 而我想追求的 是对这份职业的尊重 别人都说我傻 可是我觉得我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 我喜欢才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智者 这个啊 是我爸给我做的玩具 也是唯一留给我的 所以我特别珍惜 轻一点 你就是因为这个 继承你爸的消失光年啊 对 还记得小时候 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别人对我爸比娃娃玩 可是我没有 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爸带我出门 经过了一家小店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橱窗前 不走了 我就想啊 如果那个娃娃属于我 那该有多好 可谁知道 我爸注意到了 我这种羡慕的目光 他回到家以后 就用那种卡纸 卡纸你知道吧 给我做了纸娃娃 然后让我跟他一起用卡纸 给纸娃娃做各种衣服 鞋子 装饰 然后给他搭配 久而久之 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了 后来我长大了我就想 我一定要报考服装学院 可谁知道 却遭到了我妈的强烈反对 烧掉了我所有的纸娃娃 和纸衣服 你手里这一张 是我唯一抢救回来的一张 还有这家消逝光年 也是我们家 唯一的经济支柱 还给我吧 努力干活 生活不愁 开工 加油 严夏为了兴趣 坚持着消逝光年 而我呢 却是为了承诺 什么是乐趣 我都不知道 我们下心了 知道 我们下心了 团结 我们下心了 «雅白osa草莲妇» 是我们下心了 我 我觉得你更多 我 每一辈不是 我们下心了 我们下心了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谢谢你 醒了记得吃点东西 还有 多喝点水 吃饭呢 干吗 丁总 你走路都没有声音吗 你不知道这样很吓人吗 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怎么 你做亏心事了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不懂得节制全部吃光了 那是因为我饿了 再说了 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 新的尺寸 好 修改幅度不大 尺寸也差不多 我应该可以完成 谁让你来看 你都会穿了 我不是说 你肯定是怎么办 我不是说 你不肯定是怎么办 想知道 我跟你这样说吧 我妈呢 只是外表看起来凶 但我知道 她是特别地关心我 只是她碍于颜面问题 所以装胸来掩饰自己 既然你都知道 你干吗要跟她吵架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是我们家 独有的相处方式 而这种相处方式 才能显得我们家更热闹 的确是挺热闹的 丁总 你们家是怎么相处的 自从我爸去世后 我们家就没有任何人了 对不起啊 我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丁文校会这么孤僻 原来是没有家人 这些年 她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唐总那边已经完工了 模特马上就去试穿 好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可以完工了 嗯 嗯 干杯 这些天辛苦你了 我不辛苦 如果没有你跟唐总的帮忙 我不会有现在的成绩 我帮什么 如果不是你 我的作品不可能在台面上展示的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还得市场说话 如果你的销量合格 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 真正的设计师 丁总 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有现在的机会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 如果不是思琪 让我做了D.I.A.设计的衣服 剽窃了D.I.A.的设计 咱们两个 应该没有机会 坐在这里喝酒吧 是啊 当初你还诬陷我 说我偷了你的钱包 现在想起来 好多事情都不可思议 丁总你知道吗 其实 这几年我都有向D.I.A.投简历 可是 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复 当时我就觉得 可以进D.I.A.当设计师 是天方夜谭 谁知道 这种天方夜谭 就发生在我身上 这人世间的事情 总是让人琢磨不定 人的相知 相语相细 也总不按常理出牌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丁总 这话 好像泡妞的时候才会说吧 泡妞 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口污 其实这些年来我从未泡过妞 一心只有商业计划 和怎么让D.I.A.上市 那 沐总监呢 他 他是我父亲给我安排的结婚对象 父亲安排的结婚对象 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父亲安排结婚对象 我一直都认为跟一个人谈恋爱 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这几年D.I.A.上市 波折不断 所以根本没有心思放在恋爱上 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所以我才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可是说实话 谈恋爱到底是种什么滋味 我自己也不清楚 今天轮到我演一下好好跟你上一课 你谈过恋爱 你甭管我谈没谈过恋爱 听好了啊 其实谈恋爱这种东西呢 是多巴胺的化学反应 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会很期待跟他见面 会莫名地开心 会有说不完的话 一只女孩子你喝那么多酒干嘛 喝多酒对身体不好 谁说我不会喝酒 我今天喝多了 是因为我开心 好 开心 开心 丁文向 其实你是一个 暖心的大男孩 你 你就是没事 别老耍酷 不招女孩子喜欢 但是你别担心 会有小部分女孩子 喜欢你这样的 我知道 你在我睡着的时候呢 给我披外套 给我点了外卖 这些都是体贴的表现 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聆听 还有呢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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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丁夏 丁夏 原笑 你不可以喜欢丁文笑 虽然她笑起来很帅 她也很绅士 但是 但是她 她还有婚约在身 你不可以当别人的第三者 也不可以介入别人的感情 不可以 绝绝不可以 难道 我也喜欢上严夏了 应该是错觉吧 丁总 我好紧张 别紧张 可是 我怕有记者提问 我答不出来怎么办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还记得 你告诉我 你传承你爸的故事吗 记得 那就行了 丁总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这不叫添麻烦 如果迪爱什么事都顺利的话 也就不需要我的存在了 对吧 可是我 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 丁总 你不觉得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吗 好了 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剩下的部分就交给我 早点回去休息 丁总 你感谢的话就别说了 因为现在我们是一条神上的蚂蚂 早点休息 为什么 丁文笑他总能让我安心 言下 你又想多了 你看谁来了 阿姨好 妈妈妈 拉过钩的不准生气啊 好啊 你们姐弟俩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 妈 丁总是来给您道歉的 道什么歉我不需要 阿姨 您先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解释 我就要你离我女儿远远的 不要影响到她的幸福 妈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种做法 让几方邻居戳我的脊梁骨 看咱们严家的笑话 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有什么好笑话的 还没做错什么 哦 你背着许墨尘跟她来往 这还不够啊 妈 我跟许墨尘没关系 我跟丁总也只是工作关系 工作也不行 你走 马上离开这儿 我不想看见你 妈 你 你干什么呀 妈你这是干嘛呀 干嘛 我在保护你 傻丫头 我不许你跟她来往 丁总 我妈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我知道你妈是在保护你 什么保护啊 她那叫无理取闹 好 眼下 怎么了 说话啊 没事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好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晚安 早点休息啊 以后不要再见面这句话 我为什么说不出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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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打通了 我又该说什么呢 我怎么开车来了 是因为习惯了吗 如果他想找我 就会进来 这样的离开 应该是不想接我吧 我终于要离开 这座孤单的城堡了 可往后 我去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 先生 东西要搬到哪儿啊 你还没有给我们地址呢 萧氏光年 萧氏光年 萧氏光年想扩大经营规模 正好你没有工作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待遇从优 管吃管住 扣除成本和股东分账 所有的利润 我们一人一半 萧氏 听我把话说完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只要你不嫌小 欢迎你的加入 我任务已经完成了 姐 我去产了 萧氏 谢谢你啊 说什么呢 我应该谢谢你才是 要不是因为你 我姐的设计也上不了伸展台 你是想让第九条节知道是不是啊 注意形象 千万别破坏了别人心中的 美好形象 我 我 原来你这么凶啊 你又不是没见过 也是 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在街上推了我一把 我差点就 别说那事了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我妈才对你极度反感 那么 那我要是在这住下 被你妈知道了 她不常来 那万一呢 没有万一 丁总 我请你吃饭去吧 不用了 你快回家吧 免得你妈担心 你放心 我妈看我看得没那么紧 你真的不用请我吃饭 我还没有落魄到连饭都吃不起吧 请你吃饭除了感谢你之外 还要替思琪向你道歉 道什么歉啊 我会离开迪埃是因为我的管理不当造成的 聂思琪她是在帮助我 我干嘛怪她 你不怪她 每个人追求的目标都不一样 你不能要求大家都跟你一样 再者 她又不是迪爱的员工 不是吗 其实她之前来找过我了 向我道歉 但是 我把她骂了 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这么说 是你应该向她道歉才对啊 丁总 没看出来你还挺讲理啊 那你为什么在迪爱的时候不讲理啊 一个公司呢 有很多没有进取心的员工 所以我必须要强硬地鞭策他们 他们才会有伤进心 所以你一天让我交出十张稿也是在鞭策我啊 那是特殊情况啊 那是为了让你尽快地融入敌爱 可是我没想到 灵珊会那么排挤你 那是因为你过于看重我 才会让她引起反感 那我也只是在工作层面上 并没有掺杂任何的男女情感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现在这个态度是站在男人的角度看问题 如果我是慕灵珊我也会这么想 毕竟她是你的未婚妻 那是我爸的一员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有跟她坦承过吗 如果没有 那就表示 你在心底已经默认了这件事情 你的弱寂弱离造成了她的强烈不安 所以她才会处处针对我吧 她会被许某城利用 都怪我没跟她坦白 丁总啊 你做事情一向果断 那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慕总监吗 可是 我怕伤害她 可是你不觉得隐瞒她 对她伤害更大吗 有时候说实话伤人 为了不伤人就勉强自己去说谎话 说了谎话要用更多的谎话去圆 这做人还真是一门难拿捏的学问 对 就好比一个裁缝需要一把尺子 去量身上的尺寸 多一分少一点都不行 只有最精准的尺寸 才能做出最合适的衣服 这就是我们这门手艺要传承的 最适度最合宜的精神 在浩瀚的夜空里 哪怕只有微弱的光 也要努力地闪烁着 永远不想被遗忘 这一大早都又没客人 你在忙什么 我在做一个特别的东西 我去接个电话 定下 过来过来 干吗 这什么 这是我们萧氏光年的标志 穿上这个你才能完全地融入这里 来 转过去 抬手 我第一次穿这个 感觉还挺特别的 好看吧 火焰光临 好 说话也看我干吗 说什么 火焰光临呢 说 我说不出口 你 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这件衣服您是想改一下呢 还是想 加一些点缀呢 我觉得如果你在腰间 加一些点缀会不会好一些 你要加一个腰带或者是 你看 我觉得你这个胸口的位置太大了 可以加一个扣子 不然会曝光的 好 然后你看这个袖长啊 可能现在稍微长了一点 嗯 我觉得 欢迎光临有那么难说出口吗 我以前没说过 所以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放不下面子跟心态 我们的工作就是服务客人 见面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亲戚的笑容跟热情的态度 是在这儿的唯一宗旨 这个呢 就是你在消失光年里的第一课 能不能跳过第一课 不能 那现在又没客人怎么上课 刚刚那个客人修改的衣服呢 三天后来拿 我修改衣服只需要三个小时 所以现在我有时间 我来当你的客人 欢迎光临 什么 我听不见啊 还有你那表情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还以为别人欠你多少钱呢 放轻松 再来 欢迎光临 声音不诚恳 还有 注意表情 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对于我来说太难了 那是因为你打不开自己的心房 放轻松 放轻松再来 欢迎光临 声音还OK 但是这个笑容啊 一看就是假笑 脸笑这么僵 一看就是假笑 好 放轻松 好 放轻松我笑一个 笑 丁文笑 你知道吗 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发自内心的笑 我看了都有点心动 你别不信 你别不信 我说真的 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种微笑呢 我可能 可能怎么样 我可能会真的爱上你 但我不可以 你怕爱上我 就伤害临栅 你怕爱上我 就伤害临栅 可能生意会更好 再来 你 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 永远只属于严下 严下 你不可以去抢属于别人的感情 走吧 欢迎光临 这个笑容 是那么的亲切 又那么的温暖 怎么样 痛过了吗 嗯 你看啊 就像这种衔接口啊 你可以隔三隔调一下 隔三隔调一下 这样就不会那么繁琐了 这活还真细啊 这 这要眼神不好 还真干不来这个 细活多着呢 我再给你找一找别的啊 好 你看 就例如这个线穿着眼 看着简单 给我试试 试试 丁文乔 来来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 你眼神不太好啊丁文乔 首饰也错了 看我啊 义 你不觉得这样有点 恶心吗 不恶心啊 你就像我刚才一样 也试一下 然后再穿一下 我不要 试一下吗 我不是 试一下吗 我不要 你试一下吗 你不要把口水 弄衣服那儿 你别把口水 粘在我身上 我 我 我 嗯 嗯 哦 嗯 嗯 什么情况 你姐眼睛里见沙子了 对 是沙子 沙子 沙子 现在好点没 好多了 我要去工作了 小心谎言被戳穿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 这个呢叫顶针 咱们有的时候缝衣服太厚 针会进不去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顶针了 你就拿着顶针 冲着针的屁股 就进去了 来 我给你 带上 你拿这个针 收 欢迎光临 不错啊 有进步哦 还是老师教得好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 教你量尺寸 期待老师教导 找尺子 创作一件衣服呢 尺寸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上衣 它有肩宽 胸围 绣长和衣长 裤子有腰围 臀围 腿围和裤长 量身这一环节呢 是很讲究又是至关重要的 只要一个环节出错 那么做出来的衣服就会不合适 穿着也会不舒服 好 现在呢 我来做你的模特儿 你给我量身 嗯 可是这个 请用你专业的角度看问题 不要小歪 量尖 量手臂按缝处 对 直指我右肩 对 这就是肩宽了 量胸围 胸围 胸围 把你的软齿 从我的腋下绕过去 从我的后心处 绕到前胸 这是胸围 嗯 这才是胸围 来 绣肠 从我的肩部 从上往下 对 到我的手腕 嗯 对 这就是绣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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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差不多了 去吃一碗饭吧 为了感谢你今天免费的课程呢 今天这顿饭我请 那我要痛宅你一顿 就你这小身体能吃多少东西 那你错了 我可是出了名的大卫王 走吧 你怎么了 你肚子又疼了 没事我上个洗手间就好了 你没事吧 你别强忍着 我带你去医院彻底做个检查 我就肚子疼上什么医院 我饿了 你别拿身体开玩笑 丁总 我认识你这么久 还不知道丁总 有这么体贴的一面呢 牧务总监 我没跟你说话 我再问丁文秀 是回答不上来 还是不敢回答 凌莎 不是 今天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从一开始 就选择了一条死路 你一直认为 他的传统工艺 是张王牌不可取代 而他 却成了你失败的推手 为什么 你明知道会输 明知道是个死坑 你还要说服董事们 加大投资 他把你往火坑里推 你还自己往下跳啊 为了保护他 你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那我就让你知道 死胡同就是死胡同 永远没有出路可言 你继续坚持下去 只会被他彻底摧毁 我想 你心里也明白 丁文秀一旦离开迪埃 就什么都不是 这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你真心为他好的话 就应该离开他 而不是把他推向深渊 文秀 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他的话 你失去的 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小财富 而不是整个迪埃 丁总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如何选择 还有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 他说的那些话你就当没听见 别让我心里去了 但是 牧总监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不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迪埃的上市只是我对我父亲的承诺 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所以我并不觉得可惜啊 你想要什么 我也没想过 我只知道自从离开迪埃之后 就卸下了浑身的包袱 整个人感觉轻松了很多 虽然现在没有了目标 但是我很开心 你说得云淡风轻 但是我知道 你舍不得 毕竟 你是信于你的父亲 严大小姐什么时候变成知心大姐了 丁文啸 你有什么话就说啊 你回迪埃吧 别因为一些不值得的 失去一切 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饿了 吃饭去 你尝尝 特别好吃 我请你吃饭 你干嘛带我来这儿啊 因为这里接地气 在大城市工作不容易 赚钱也不多 这里呢 经济又实惠 开心吃饭 开心喝酒 无拘无束 而且实惠 不也挺好的吗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实 什么叫好像啊 这种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 你想想 如果你忙碌了一天 晚上来到这里 吃点海鲜 喝点啤酒 是不是特别幸福 跟着我 来 放松 来啊 来 把手抬起来 老板 两份鱼蛋 任逊 过来一起吃啊 不吃了 司机还在家等着呢 你叫他一起来呗 他今天受粮了 就别让他出来了 你们是你们的 甭跟我客气啊 好 你注意安全啊 那个任逊好像对聂丝齐 挺有兴趣的啊 那个任逊好像对聂丝齐 挺有兴趣的啊 他上来啊 他俩就是一对活宝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我这件衣服买大了 能不能改合身一点 我给你看一下 新衣服 好 我给你量尺寸 好的 麻烦转过来一下 先生想什么时候去啊 我两天后过来去 严师傅 两天后可以吗 可以 好的 行 那就麻烦你们了 好 慢走啊 再见 欢迎光临 五霄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我可是你的老同学 你在哪儿我能不知道吗 你们俩串通好了是吧 你们两个一定有很多话可以聊吧 我放假 雲霄 真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成了严夏的员工了 他可不是我的员工啊 他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这身上穿的什么 阿姨 谁追选你在这工作了 赶紧给我脱下来 妈 我让他穿的 不是 你想气死我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再跟他来往了 你怎么听不进去啊 他要不是为了帮我 也不会委屈地待在这儿啊 帮你 他是居心不良 他就是想拆散你和许墨尘 对 许墨尘是帮咱们家还了五百万 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嫁给他吧 五百万我会还的 你拿什么还呢 你拿什么还呢 啊 就这个小店 一天才能赚几个钱呢 你累死累活 一辈子你也还不起 我告诉你 咱们欠人家的不只是钱 还有那份情 那你也不能让我以臣相许吧 我认定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那五百万不是许墨尘 是丁文肖替你们还的 吴孝 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许墨尘背着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你能忍 我忍不了 阿姨 您知道丁文肖为你女儿做了多少事情吗 吴孝够了 别说了 你又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说 为了严下的设计 能够被认口 丁文肖这傻子 赌上了一辈子的身家 为了帮严下还债 他把三千多万的房子 以三百万抵押给我 我不要 他非要坚持 所以才沦落到这里来的 他不说是不想让你们知道 可为什么他成了罪人 还被误解会拆散你女儿的幸福 这世界到底还有公里吗 丁总 你别听他胡说 阿姨 我很抱歉 惹您和严下起冲突了 不过您放心 我立刻就搬走 以后再也不会见严下了 对不起 丁总 丁总 我替我妈叫你道歉 没关系 我被人讨厌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就习惯了 倒是你 别再为我和你妈吵架了 家人 永远是家人 为了我一个外人不值得 你别这么说 好了 特别感谢你这段时间收留我 我学到了很多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对不起 阿姨 阿姨 您别这么说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 我不怪你 您保护严下的心 我明白 你要是真的原谅阿姨 你就别走了 留下来 妈 你是同意丁总留下来了 妈 谢谢妈 还是妈最好了 妈 感受谢谢的是我 丁总对不起了 您别这么说 妈妈最好了 丁总啊 以后啊 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安心住下来 有什么需求你尽管说 好 谢谢您阿姨 你快别谢我了 你说我以前都误会你了 我还以为 以为是许墨尘替咱们家 还了五百万 所以就认定人家是准女婿 非要把我嫁给他 还硬说丁总要拆散我跟许墨尘 好了 现在知道五百万是丁总还的了 那你的准女婿是不是要换人了呀 丁总啊 人品好又善良 你要是嫁给他 我双手赞成 妈妈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 你说什么了 我说 丁总 你听见了 我好像也没听见 还害羞了 丁总 哎 阿姨 您以后别叫我丁总了 您叫我文孝就行 好 欢迎二位光临寒舍 嘴皮 丁总 请吧 终于可以开吃了 哎呀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不用麻烦了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味道还行吧 挺好吃的 妈 你总问丁总 怎么让他好好吃饭啊 我这不是了解 文孝的口味吗 阿姨 其实我的口味很简单 吃东西特别简单 什么都行 那怎么能行呢 我跟你说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得慌 以前那是没人照顾你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来到我们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那个 你就把我当你妈 以后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就一定做 谢谢阿姨 一家人不说客气话 妈 你这说的 我都想哭了 哪儿都有用 别插嘴 吃你的饭 微笑啊 多吃点啊 别拒束 好 厨子 谢谢姐 吃鱼珠子的家常菜 是早已被我遗忘的 那种熟悉的味道 这就是家人的感觉 丁总 来 吃菜 来 咱们倩喝一下 好 干杯 丁总 我妈说的话 你别在意啊 你习惯就好了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什么 辛苦经营消逝光年 勉强维持生活啊 真正的富有呢 并不是经济上的富有 而是感情上的富有 和自我的目标 虽然生活是艰难了点 但是你有家人的陪伴 能和他们分享 自己的喜怒哀乐 而不用一个人承受 你看 虽然萧氏光年不大 但是他的精神 却是可贵的 尽管面对潮流的抨击 他依然坚守着固有的传承 哪怕一针一泻 也永不妥协 一尺凉千丈 一心如万针 在这一刻 我终于寻找到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 永不消逝的光年 怎么了姐 怎么了姐 什么急事啊 让丁总跟你说明一下吧 严栋 你现在是不是在弄VR游戏 是啊 你怎么知道 妈说的 我想发扬 萧氏光年的传统手工艺 推出四人定制 四人定制 跟VR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一下 你姐最喜欢玩什么游戏 我姐 她除了玩最爱玩的古老 纸娃娃换衣服 其他什么都不玩 好 那我们现在想一下 如果把最古老的游戏 换成用VR体现出来 告诉我什么感觉 我明白了 你是想把我姐的设计 当成纸衣服 而消费者就是纸娃娃 可以任意搭配 然后 消费者在网上完成 再下单 交由我们制作 但前提是必须在网络上 完成游戏的部分 再交由聂斯奇进行宣传 最后下单到我们这里 这是个好办法 可资金部分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找好了投资方 那好 我立刻召集人马 越快越好 知道了 我连夜加班 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对了眼下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确认 什么事情 已消失光年 注册商标 好 无销 谢谢你 搞定 资金到位 准备动工 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计划呢 并不是突然呢 是我这段时间在消失光年 你给我的启发 那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 因为你蠢 没有了 因为你不懂得何为资源整合 然后你也不明白聚沙成塔 现在明白了 行吧 那你就做好你擅长的 把你不明白的交给我 只要你相信我就行 信 相信你 今天是消失光年的转折点 咱们应该庆祝一下 走 路边摊 走 别路边摊了 我都做好饭了 谢谢阿姨 严冬呢 这小子没来啊 臭小子 专门交代他来找你的 他居然不来 回去好好骂他 严冬来过了吗 来过了 对 阿姨 严冬现在已经是我们行列的一员了 那 那我呢 您 您现在可是我们最大的股东 真的 那就是说我有话语权了 当然了嘛 准备开饭 从来没有像今天过得这么充实过 那是因为我妈烧了一手好菜 你吃太多了 我说的是心理不是肚子 心理 嗯 以前在迪爱的时候 那么多事都不充实 现在没什么事反而充实了 以前在迪爱的时候 只是完成我父亲的目标 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算完成了迪爱的上市 我始终有一天也会离开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明白吗 人都是往上走的 谁想往下滑啊 丁总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打击 脑子嗅住了 钱呢 始终买不来生命 也买不来感情 物质始终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可是感情不一样 就算是片刻的回忆 也永远属于自己 严夏 真的要谢谢你 把我带来萧氏光年 让我能够重拾自己 找到目标 不客气 不客气 也谢谢你帮我坚守萧氏光年 丁总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不太明白 你一开始就认为我是剽窃者 可是后来又选择相信我 为什么 这个 因为 我是偷窥狂 就算你想偷窥你也没有时间啊 你每天在DI上班 你哪有时间随时看着我啊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啊 你知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做远程监控 难道你在萧氏光年装了监控 哦 那要不然你以为是谁送你去的医院啊 我又是怎么知道你在为模特的事担心的 我说你坏话你也听到了 那不然呢 好你个丁文笑 居然监视我 然后我又怎么会知道是许墨尘陷害的你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感谢你 偷窥的事情呢 我已经跟你坦白了 至于你要感谢他还是责怪他 你自己决定 拜拜 明天见 丁文笑 丁文笑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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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设计稿给严冬 还不够啊 我没有灵感了 那么要不要借鉴别的设计 你不是最讨厌抄袭吗 但是我们现在完成的只是游戏的部分 还没有到宣传和真正推广消失光年 那也不行 凡是跟抄袭沾上边的我就不愿意 那好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强迫你 那你先告诉我 完成一百张设计稿需要多久 一百张 我现在没有灵感一个月能画出十张 已经是我的极限哪来的一百张 那怎么办 那现在严冬那边游戏 根本往前推进不了 严夏 你再想想办法 商机最重要的就是时间 如果我们不尽快 别人很可能会抢先一步的 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接了嘛 严夏 你不能遇到一点困难你就退缩 你不是想把消失光年的手工艺 发扬光大站在世界的舞台吗 现在刚刚遇到了一点困难你就这样 你想让消失光年永远待在黑暗中啊 那我就是没有灵感嘛 你逼我也没有用 严夏 见到他 我该怎么说啊 严夏 你真是太冲动太冲动了 我不该说那些话去刺激严夏 丁文啸啊 丁文啸 你也该改改你的脾气了 还是等明天丁总消气了再说吧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让他们离开了 因为有些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严善 出什么事了吗 这所有的一切 真的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吗 当然了 你对我所有的好 一路陪伴 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丁文啸 文啸欺骗我 瞒着我 你会吗 我 回答不出来 起码是这漫天谎言中最好的回答 你所有的为了我好 为我着想 都只不过是为了你多回狄爱的私心 我真的不明白 在文啸心里 在你心里 狄爱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为了争夺总裁的位置 能不择手段 欺骗陷害 我沐灵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你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因为你 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笑话 我最爱的人失去了一切 而我拥有最可笑的人生 这一切全是拜你所赐 许莫辰 你的心还在吗 灵山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想替我父亲夺回狄爱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 我利用你 我是想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 让你个不爱你 你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丁门啸 滚出你的心里 给我点空气 如果我心里装的是你 那只会让我想到你利用我的细节 让我觉得恶心 就算你恨我 那也要比看到你和丁门啸 在一起来得开心 徐莫辰尼会为你所犯的错 付出一切代价的 对不起 极力掩盖修事的阴谋 最终还是抵不过事实的真相 对不起 你先说 好 我先说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说的借鉴吧 只是要你参考 并不是 因为我误解 所以 没关系 你要是不能完成的话 我可以找别人帮忙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 我不想麻烦别人 行 但是你不能因为赶搞就熬夜 你放心 我已经知道 要借鉴谁的设计了 就算是赵超 也不算剽窃 谁啊 我颜家的传家宝 你觉得他们会有意见吗 不会 我马上开工 欢迎光临 我是来找丁总的 什么事 这是牧总监让我交给你的 那没事 我就先走了 嗯 嗯 牧总监找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 还要写信 我也不知道 我先走了 凌珊要离开迪矮 要离开这里 那你还不去追他 我追他回来能说什么 丁文笑 你真的舍得牧总监离开吗 他没有犯下天大的错 就算是错 也是因为他爱你 你不去是吧 那我去 追他回来你能说什么 你只会更加刺激到他 那你就去啊 能把他追回来的只有你 去啊 文笑 文笑 哎哟 为什么 看着他去追牧总监的背影 心里面 会有种莫名的失落 凌珊带走了一切 凌珊带走了一切 我所有的期待都幻灭 我的心 将进入了永逸 徐莫辰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那也是因为你和你的父亲 徐莫辰 如果你真的爱慕凌珊 你现在就把他追回来 在慕凌珊心里 只有你 没有我 无论我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无法逃脱你的魔咒 能伤害他的 是你 不是我 徐莫辰 你觉得你失去了凌珊 迪爱能撑得下去吗 别老跟我迪爱迪爱的 迪爱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徐莫辰 如果你现在后悔 你就赶紧去把他追回来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相信 我徐莫辰 就是要证明给你看 迪爱就算没有你 也不会倒下 我扑过我也不担心了 你怎么过ange啊 我一下就会被你思考 但我应该是一个 有人扑过来了 不是马上 你怎么这么高 什么 我 那可是我 牟总监呢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呢 如果把他追回来的唯一条件 是要我跟他结婚 你真的希望我把他追回来吗 她是你未婚妻 就算结婚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但是我不爱她 你觉得勉强来的婚姻会幸福吗 我不想成为祖爱灵珊幸福的那道墙 丁总 行了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了 严冬还在等你的设计口 希望我一切顺利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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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我说你天天在这儿拜 要是有用那天上不掉设计稿了 还要你画来干嘛 你说是不是 这是一种寻求心理安慰的方式 你懂不懂啊你 行 那你就拜吧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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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招来横祸才好 丁文孝 不要乌鸦嘴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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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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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事情 你来干什么 找我什么事情啊 我想两位 应该还记得这份合约吧 我呢 就不做解释了 言下 明天公司见哦 丁总 这是什么条约啊 敬业禁止条约 那 萧氏光年 私人定制不就 全部终结在我的合约里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 都白费了 袁夏 对不起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 怎么解决问题 没有办法 这份合约我很清楚 你现在只能遵守 弟爱的这份合同 我就是不遵守 他们的条约怎么样 他许莫诚能拿我怎么样 这 最差的结果 不就是关掉萧氏光年吗 能怎么 你关掉萧氏光年也是没有用的 在合约到期的五年内 你的所有作品全部隶属于弟爱 至于后续的问题 我会想办法处理 丁总 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吧 丁文向你去哪儿 丁文向 喂 营夏 怎么了 我跟你说 这个许莫尘让我代替 木总监的位置 还让我带领整个设计团队 去重新设计戏幕 还要我再一个月完成 我 这个许莫尘是不是疯了 丁夏 你不是一直都希望 能让更多的人 看到传统手工艺的美吗 现在正好是你的机会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可是我不想给许莫尘打工 丁夏 抛开我和许莫尘的 个人恩怨不说 迪爱有我父亲的心血 他一直希望迪爱 能够成为行业里的龙头老大 现在我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 还希望你能够代替我 帮我父亲完成 我必须要学会这些东西 我不能成为眼下的负担 丁总 你在做什么呢 没什么 我在练习你给我的功课 对了 今天怎么样 顺利吗 还是在萧氏光年里 待着最自在 他们排挤你了 还好吧 设计部的所有人 都是由凌珊亲自挑选 也一直由他管理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只有凌珊才是他们的领队 面对你的空降他们难以接受 也是正常反应 再者说 你没有受过专业系统的教育 他们当然难以接受 再说 我不喜欢刚上战场就阵亡 你既然不想这么快就阵亡的话 那就站起来反抗啊 说得轻巧哪那么容易抵抗啊 这就要看你的管理能力了 我管他们 太难了 一点都不难 我问你 你能管理好萧氏光年吗 当然可以了 同样的道理啊 面对DI的所有员工 就像面对你店铺里的所有工具一样 首先你要了解他们的功能 然后再按照你制作衣服的步骤 依次地使用他们 最后完成你想制作的衣服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了解设计部的每一个人 再去安排工作 这就会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嗯 这就是最简单的管理模式 明白了吧 私人定制计划就这样终制 实在是埋没了 丁文啸的管理才华 哪怕私人定制计划 最终不属于我 我也要帮你实现这个计划 严香 无论有多少困难 我都会帮你 站在属于你的舞台 明白了 师父 我的裤子改好了吗 改好了 来 你看一下 这就改好了 你自己看看 你们缝的这个线 像话吗 跟狗啃的似的 早知道你们手艺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不改了呢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如果您不满意 我们可以重改 不用了 这位先生 银下 谁啊 钱还给你 我们采访部手艺是不好 我也可以接受您的指责 衣服改坏了可以招架赔偿 但是 请您不要把钱放在地上 来侮辱我们 这二百块是我对您的赔偿 银下 银下 不好意思啊先生 您千万别跟他生气 我大大向您赔不是 对不起 我欢迎下次光临 丁总 我现在没有灵感 可能完成不了西木的设计 你得帮我 灵感这事我可帮不上忙 如果我真的因为西木 断送了设计师梦想 你也一定不忍心吧 所以你必须帮我 行吧 打个电话 喂 妈 迪安那边 临时决定我出差几天 出差 可能要个两三天 上哪儿啊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远门的 不行 妈不放心 妈 你不用担心 丁总陪着我呢 我需要陪你一块儿去啊 那妈就放心了 去吧去吧 挂了 两三天你要带我去哪儿 澳门 澳门 你说去哪儿寻找灵感不行 非得来澳门 现在晕船了吧 你看看澳门 你看看澳门整个城市 再短短几年内就有了新的风貌 就好比我要在超短时间内找到灵感 是一个道理懂吗 行行行 你说什么都对 你好点了吗 现在 好多了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去哪儿寻找灵感 探遍整座城市 寻找信慕灵感 潇然起舞 现在开始你要陪我找灵感了 难怪总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说得好像你第一次出来旅行一样 真的我真的第一次出来 怎么可能堂堂DI总裁 自从我父亲过世 我结账DI以来 每天面对的就是业绩 DI上市开会还有整合 哪有时间去旅行 你呢 都去过哪儿 嗯 我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消失光年 也是我第一次旅行 行 那我们就好好地感受 这座城市吧 从十开始 十 什么意思啊 倒数吗 十 你傻呀 你以食为天 来澳门你想起什么了 同事弹塔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我一吃就停不下来 刚出炉的蛋塔最好吃 给你客户一下 嗯 这下面这个是蛋塔层 里面这个是蛋黄 然后上面烧焦的是焦糖 这肯定是从书上看来的 实际的体验 本有一笔空想来的真实 呵呵 好吃吗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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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哎 我走不动了 这就走不动了 第二个行程还没完呢 这个一的行程 怎么样才算完啊 百贵商场关门 几点关门啊 嗯 十月二零吧 嗯 现在才六点 还有五个小时 你可真折磨人啊 嗯 那要不先休息会儿 吃个饭 好呀 吃什么 嗯 煮上面 求科普 打面师傅做完面后 把面团放在案盘上 然后骑坐在大毛竹竿的另一旁 用脚一蹬一蹬 反复打压面团 让面团受力均匀 打出面的韧果 所以面条揉拉得非常细 再煮成干面 撒上虾卵和香辛料 配上一碗又浓又咸的虾汤 单吃入拌都可以 好吃吗 嗯 好吃 真好吃 嗯 快点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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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总 你看啊 他们两个分开吃 嗯 又够有特色 那放在一起吃呢 又不会冲突 这叫好比感情 只有彼此相互 才能存在于一个世界 你这是什么比喻啊 其实 你不觉得 只有你和牧总监搭配 才能成就DII吗 那已经是过去事了 我现在只想回在当下 行了 咱们照顶时间吧 今天必须完成寻求灵感的 第二个任务 嗯 我最需要完成的任务 是让你寻回牧林山 回到属于你的世界 啊 啊 丁总 不行了 我真的走不动了 啊 还有二十分钟 也逛不完这里 行吧 那今天就到这儿 感谢丁总不杀朕 没想到男人逛起街来 比女人还可怕 你让我出来陪你找灵感 我得负责不是 是是是 我的错行了吧 唉 今天一天的行程 我总结了一下 但是我总觉得你心不在焉 冬张希望 眼下你该不会是在 我冬张希望 是在观察 观察什么 我 我 别人的衣着和品位 对 对对 这是个办法 我怎么没想到 还好 差一点就被拆穿了 丁总 咱们走了一天了 回去休息吧 明天继续 走吧 那个 嗯 你订酒店了吗 我没订啊 不是你叫我出来的 应该你订啊 我订 我连远门都没出过 我怎么会订酒店呢 那我也不会啊 那我们今晚住哪儿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 我也不知道 好吧 那我们一起露宿街头吧 好 闻笑 喂 吴肖 那个我现在人在澳门 你能不能帮我订两间房 你跑到澳门干什么去 还要订两间房间 这个我之后再告诉你吧 你订完告诉我 还好 你有吴肖这么好的同学 不然 还不逗赖你 对不起 行了 看你这么诚心诚意 道歉的份上 我就大发慈悲地原谅你了 你好 还有房间吗 实在抱歉 这位先生 已经没有房间了 累死了 我真走不动了 怎么就赶上观光热潮了呢 我就不信了 连个酒店都找不到 走 丁总 你是不是那种认定了一件事情 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你不也一样 我不一样 有些事情我会坚持 但有些事情我会妥协 那今天晚上不找酒店睡街上呀 走了 怎么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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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赶紧处理不然发炎了 行了 我去找药店 别找药店了找酒店邀请 行 那你在这儿等着 等着 走 怎么丁总刚离开 我就有点害怕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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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presentation 躺 走 走 不会找地方躲雨啊 好了 行了 商量我背你 虽然此时被突然的大雨拍打着 我就感觉不到丝毫寒冷 唯独能感受到的 就是无比的温暖 你就将就一点吧 只有一间房了 你睡床我睡地上 你睡床吗 我睡地吧 你就别跟我争了 都累一天了 您好好休息 明天要早起 丁总 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我自己会走 没事 我累了会说 如果我们相遇再更早 结果会是怎样 只可心 时间永远不会为谁倒流 我们下来就 들어주个人 谢谢你 来吧 这个人会知道 然 hah parking 我失望 我们下来 请用手 我们下来 思绪简单的人 生命可真好 喂 妈 这都几点了呀 怎么还不及呀 是不是昨天晚上太累了 是啊 累坏了 那 那文孝呢 他在旁边 文孝在旁边啊 就是说 昨天晚上你和文孝 在一个房间睡的 是啊 怎么了 太好了 不是 不是 妈不吵你们了 你们玩得开心啊 成了 老头子 女儿终于可以有个好归宿了 我妈说的乱七八糟 我也没听懂 我倒是听懂了 你又没听见你懂什么 阿姨说 文孝呢 你说在旁边收拾东西 她说你们两个昨天晚上睡一块了 你说是的 你妈说太好了 你自己想一下吧 我去买早餐 晚了 玩了 解释不清楚了 我 如果心目真的成功 那么你将会被困在 永远见不到光的地方 喂 颜笑 喂 彩妞 你要到牧总监的地址了吗 还没 无论如何 今天中午一定要要的 我明天中午的船飘 我怕来不及好吗 好 我马上去想办法 我等你消息 挂了 你为我做的努力 将会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这是今天所有的记录 你仔细研究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灵感 谢谢你为我做的所有努力 谢谢什么呀 如果你成功了 就代表我的眼光是正确的 丁总 你真的放得下迪哀吗 如果放下迪哀 你就会失去那种高大上的生活 加上沦落到萧氏光年 你不觉得可惜吗 迪哀已经是过去事我不想再提 至于以前的那种生活 不就是开好车住民宅吗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 我现在只是可惜啊 萧氏光年的私人定制计划 就这么被搁置了 丁夏 心目是你实现梦想的机会 你要努力去实现它 你放手一搏 至于萧氏光年 就交给我吧 就算希望再渺茫 我也会努力让它发光的 丁总 好了 感谢我的话就放在心里吧 把心目带上国际舞台 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加油 难道丁文啸和沐灵珊的缘分 真的进了吗 喂 蔡宁 找到沐总监的地址了吗 还没 不过 我大概能猜到 沐总监在什么地方工作 什么地方 便利店 因为我每次给他打电话 都能听到幻音光临的背景音 丁夏 真的很抱歉 我只能提供这些线索了 没关系 要不你把沐总监的照片传给我 其他交给我吧 谢谢啊 好 我现在就传 喂 丁总 你大半夜跑哪儿去了 我没事 我出来偷偷气找灵感 你出去怎么不告诉我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不会迷路的 一会儿就回去 我问你 你在哪儿 我过去找你 我也不知道啊 把定位发我 不认识 我一定要忍住疼痛 不能让顶祖发现 不然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多危险 万一你又 我知道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我保证下次出门之前 肯定先跟你汇报 丁总 离开船的时间还早 我想再出去走走 找找灵感 你想去哪儿 现在还能去一个地方 跟我走吧 丁总 要不这样吧 为了我们第一次旅行 拍照留念吧 我不要 别不好意思 我们一块照了 来 你这也太僵硬了 自然一点啊 笑 来 三二一 茄子 你怎么一点都不自然啊 这样吧 咱们扮鬼脸 就是不在乎形象那种 来 你先试一个 这不挺好的吗 来 咱们两个一起扮鬼脸啊 来 三二一 换一个 换一个 好啦 咱们这一次寻找灵感之旅成功 成功 成功 你找到灵感了 因为有你陪我来澳门 我才能找到灵感啊 丁总 好 这样吧 那个 咱们庆祝一下 咱们喝瓶啤酒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我去买水吧 那 那边有家便利店 好 好 丁文啸 勇敢地往前走 寻回木陵山 寻回你曾经拥有的一切 别回头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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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山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就知道 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重要性 会来找我的 我 雨昕 其实我 什么都不要说 过去都让它过去吧 我只想紧紧地抱着你 我欠你的太多 而我能做的 只有让你和牧总监相遇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绝不 这真的是巧合吗 还是言下刻意安排的 霓珊 霓珊 我去外面等你下班 好 喂 喂 店长 我今天临时有点事 能不能请你帮我带个班啊 这样啊 那我马上过去 谢谢店长 走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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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好 那你 我好 这支 我来 好 我好 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下你错了 我的人生不是由你决定的 闻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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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闻笑 我是灵珊啊 我是灵珊 灵珊 闻笑 你认得我 为什么我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片段 闻笑 你别急啊 我马上去找医生 闻笑 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帮你洗一下吧 不用了 我现在不想改变任何事情 我怕我记不住 寻找记忆 不是一两天的事 你得慢慢来 我总是记着 我要急着去做什么事 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我还记得 我好像在缝着什么东西 我还看到你跟别人抱在一起 可是那个人好像不是我 我还记得 我好像跟家人在一起吃饭 可是我看不清他们长什么样子 闻笑 你休息一下 别想了 灵珊 你真的是我的未婚妻吗 可是 我为什么一点都想不起来 闻笑最深刻的记忆中 为什么关于我的部分 那么帅 我 闻笑 闻笑 对不起 从这一刻开始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事先一步 霓珊 你什么都不用说 就算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也不猜忽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霓珊 我之所以会在澳门遇见你 是因为盐夏帮我安排的 我不是自己来找你的 我是来帮盐夏寻找灵感的 对不起啊灵珊 我之前一直不敢面对你的感情 是因为我害怕 跟你坦白之后 会失去你 我会变得更加的孤独 也怕伤害你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要去面对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灵珊 我真的很喜欢炎夏 所以对于我父亲给你的承诺 我办不到 对不起 文秀 能不能留下来 陪我最后一天 陪我最后一天 不可能 不可能 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做梦 疼 疼 对不起 让我静静抱着你 林夏 你一定认为我看到你留给我那张字条之后 会留在澳门 那你就错了 你那张字条 让我更明白了我自己在想什么 那为什么我离开澳门 因为我被车撞了 我去追你的时候 出车祸了 脑袋严重撞击 短暂失忆 我努力地想找回记忆 可我的记忆里全是你 关于低爱 灵珊 我也丝毫没有什么 那你怎么想起来的 因为我又被撞了一次 我看伤到哪儿了 好了 我骗你的 这你也信 你又骗我 又骗我 你 我去了我们澳门走过的地方 我又重新走了一遍 直到走到我们两个分开的那个地方 看到了字条 所以我想起了一切 那慕总监他呢 我跟他坦白了 他也释然了 放下了以前那段情感 是你让我明白 我内心真正要的是什么 我听严夏说 你和我们灵珊在一起不回来了 我听严夏说 我还真不相信 过不其然哪 你和木灵珊都说清楚了吗 都说清楚了 那你就算是解脱了 我也解脱了 你也解脱了 我跟DI解除了不平等合约 这么说 萧氏光年的私人定制 就要重启了 我立刻着急热门开会 聂思琪那边有问题 怎么了 他因为许墨诚跟我闹掰了 窗外雨下雨了 还要等你多久了 你家楼下的咖啡店 也要关门了 请问 木灵珊是不是在这工作 他已经辞职了 辞职了 对 你有他的地址吗 这个我可能不方便给你 拜托了 我找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 我去巧试一下店长吧 请稍等一下 好 你只会敷衍是你 你以为我不敢退坦言你 给我的耐心考验我 想我 他今晚就会离开 至于去哪里他没有告诉我 这是地址 希望你还来得及留住他 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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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力折禄 想给爱的你 找最好的借口 李莎 原始我没能力 让你全心全意爱我 所以我 申不放弃残赛自够 为什么 为什么连一次再会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只想替我父亲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做错了 我只想让灵珊的感情 我不想让这一切都毁在我的手里 我有做错吗 你自己残忍 我承认是我 做不到 让你弯弯将生成能 所以我 宣布退出 这场纠纷 五四三二一 时间到 今天就到这儿 明天再画 才十点半我还不累呢 这跟累不累没有关系 如果你想要有效率的工作 就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走吧 收拾东西我送你回去 送我回家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可不想你因为感冒 而耽误工作 看着啊 你开车送过我 喝醉背过我 这是你第一次散步送我回家 那你希望我以后 以什么方式送你回家呀 只要你提要求 我都可以满足你 丁总啊 别叫我丁总 叫我丁文笑 丁总是你叫的吗 丁文笑 我现在的感觉像是在做梦 有一点不太敢相信 不是告诉过你吗 不要随便掐女孩子的脸 那你说你不相信 掐你一下要是疼呢 就是真的 要是不疼呢就是假的 对吧 来 让我掐一下 别闹 说正经的 什么 沐总监真的跟你说清楚了 要跟你解除婚约啊 怎么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信 我是觉得呢 我比不上沐总监 你也不可能看得上我 怎么不可能 是啊 我也好奇怎么不可能 因为 你 你蠢 你 过来 站住 好了好了 你到家了 给你 包给我 哎 严夏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忘了什么 过来 我告诉你 你忘了 晚安 明天见 看一下 满不满意 满意 你还没看你就说满意 你不怕我乱话啊 当然不怕 相信你 你怎么了 严夏 你抱太紧我喘不过气 喂 文笑啊 阿姨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你能不能马上过来一下 哦 对了 别让严夏知道啊 怕她担心 哦 好 我马上过来 啊 好 严夏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你把这个给严冬 好 去吧 严夏 你刚才去哪儿了 怎么连手机也没带 哦 哦 那个思琪火急火了的 把我拉去他家我忘带了 以后千万别这样 别让我再找不着 担心我呀 我这么大个人了又走不丢 聂思琪要你去他们家干嘛 还不是因为那个任婿 任婿又怎么了 昨天晚上 思琪突然跟任婿告白 谁知道这个任婿今天 突然就不会说话了 让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呢 这任婿是得了恋爱症候群 这突如其来的爱情啊 让她更容易害怕失去思琪 严夏 那天 我们在 你怎么出去一趟话都不会说了 有吗 看着我 看着我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就是 就是 那个 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啊 就是我想说 我 你先接电话 那我接电话了啊 还好这个电话来得及时 否则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了 我有话跟你说 我有话跟你说 你先说 严冬那边的设计稿我不满意 我想重画 可是私人定制已经耽误太长时间 我不能再拖了 这是我的设计 我有权利重画 严夏 这个只是针对于VR游戏的设计 并不是真正私人定制的设计稿 你那么坚持干吗 我有我的坚持 我就是想重画 我不满意 好 你给我个理由 只要能说服我 我就答应你 没有理由我就是要重画 我不答应 不答应是吧 那我直接去找严冬 严夏 我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我不满意这批设计 你不明白吗 我想重画 不对 你刚才出去是去见谁了 一个朋友 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 出去之前你还交代我把设计稿交给严冬 回来之后就要推翻之前所有的设计 不对 严夏 你是不是见了 我的决定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要重画 因为我不满意 不然我就退出私人定制 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吧 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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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严艾比起萧氏光年更重要 我也只能牺牲私人定制 去成就信幕了 没有原相 私人定制就毫无异议 喂 英栋 暂停VR游戏 为什么呀 我都快做好了 别问为什么 撤回你姐所有的设计 不是 你这么做 我姐知道吗 你就别问了 之后再联系吧 这是设计稿 全撤回来了 要去哪儿 寻找修改方案 我现在没有灵感 我想自己静一静 闻笑 灵珊 好久不见 我就是来看看 你过得好不好 我很好 灵珊 你别动 就这样让我抱一下 一下就好 丁闻笑 你不是跟我说 跟他已经结束了吗 为什么还要来往 为什么还在我的店铺里 丁夏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不要请你解释 我不要见到你 请你离开 不是 灵珊只不过是 我也是走 闻笑 我知道 此刻的你 是百般的难受 我何尝不是呢 请原谅我 不得不这么做 丁夏 我知道你很善良 心胸很宽广 所以才会牺牲 四人定制 去挽救新墓 但这是你的做法 你总不能强迫 我跟你一样吧 你以前为了 连爱上市 拼尽全力 排除所有困难 就算失去一切 也在所不惜 怎么现在就 判若两人了呢 如果连爱真的因为 戏目的失败而结束 你甘心吗 坦白说 要说不会 那是骗人 如果连爱真的完了 那我就失去了 对我父亲的承诺 可我要是拯救连爱 就会跟我父亲 当年一样 所以我宁愿 失信于父亲 也不愿意让墨尘 继续痛苦下去 你帮连爱 就是在帮许墨尘 为什么会让他痛苦呢 要是在这之前 我会认同你的说法 但我现在不会 尺度 是我在萧氏光年学到的 多一寸 少一分 都不合时宜 我父亲当年就是犯了多一寸的错误 所以才害了墨尘的父亲像今天这样 这是我父亲欠他的 所以他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介意 我应该把迪爱还给他 你父亲和他父亲的恩怨 不可能再次发生在你们身上 眼下 你根本就不了解当年的情况 当年的迪爱就跟现在一样 所以我拒绝挽救迪爱 就是要结束这段仇恨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意见 我现在感觉无比的轻松 我怎么觉得你的痛苦刚刚开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会忘了吧 要我提醒你吗 萧氏光年四人定制计划 从明天开始摒弃杂念全新投入 是 我一定全力以赴熬夜追赶进度 全力以赴没问题 但熬夜加班绝对不可以 你不用担心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要的不是小强我要的是严夏 我是私人定制的发起者 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三二一 你 我还需要你 爹爱的员工倒是愿意配合 但是以目前的预算 想要达到国际市场的那个层次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你的意思是 希姆要失败了 这也倒未必 现在内忧事解决了 只要把外患也搞定 希姆就还是有救 你指的外患是什么 海外销售通路 还有国内的高端消费市场 是什么 严夏 你明天跟我一起回迪爱吧 设计不需要你 丁总 严夏 慕总监来公司了吗 慕总监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好 严夏 我先去开会 你跟他讨论一下后续流程 蔡宁 我能看一下筛选出来的设计稿吗 没问题 严夏 那个 你去帮我找内思起来迪爱上班 接任销售经理这个位置 执行莫城和他之前签署的合同 好 我马上去 如果能如我所愿 那么 心目就能百分之百地成功 来 严夏 你要用手来感受一下他的触感 挺好的 那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我们立刻去找唐总 严夏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怎么又开始了 一次鼻子痛 今天我一定要弄清楚 严夏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欢迎光临 你怎么不问我需要改什么 你很好 没什么需要改的 需要 我需要改变我对感情的认知 严小姐 你愿意帮我吗 放下手边的工作 跟我来一场真正的约会吧 sphere 不在平地的鏡儿 墙上的钟 妳醒到十二点 要开启我的时间 躲在冰箱沉睡 一点的雨 它欢呼却越岩世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不去 我不想要我们的第一次约会这么早醒 还是身体最重要 不去 我说了 心不还等着我们完成呢 今天机会难得 我们要尽情玩 走 你真没事啊 没事 真的没事 咱们 扮人 突然青春 打开了冰箱 雨还在睡 我不想闭眼隔绝 整个世界 要风风火火 享受夜 这迷人的夜 感谢观看 温小 对不起 因为 不说八道什么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不应该因为工作 忽略了你 我跟灵珊既是朋友 也是搭档 虽然我们两个共患难过 那也只是友谊 可是你不一样 我们两个有着共同的愿望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永远都实现不了 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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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丁总 药医已经制作完成了 既然都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还没到 我们这边都已经好了 就等你了 蔡宁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这边已经在路上了 言下呢 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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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店里出了点事 回宵时光年了 言下 你好好休息 我去送羊衣了 我希望私人定制能和迪爱合作 并且推出限量版 我不同意 我自己做街坊的生意 一个月少说也能借时来见 你现在的计划里 一个月只销售一两件 我当然是觉得 肖氏光年借的活越多越好啊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销氏光年 言下 几百块钱的衣服 你做十几件也维持不了生计的 再说了 我们现在要走的路线 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限量服务 在定价上肯定会比一般的私人定制 要贵出许多 现在信母的事情刚刚结束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累 如果走限量 既能维持店铺的生意 又能让你父亲的手工艺发扬光大 我们为什么不能 再说了 这是你们家传下来的手工艺 是世界上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高端路线不为过的 眼下 不是所有的衣服卖得越多就越好 喂 莫辰 好 我马上过去 许叔找我有事 我回来跟你聊 小时光年私人定制成功的那一刻 就是我向你请求 宫渡医生的开始 以你目前的状况 如果说不做手术的话 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针对像你这样的肝癌二级患者 有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就是肝脏移植手术 但是 这个手术的风险 和术后的排斥意向 我们 当时间开始跟我追逐赛跑时 我才发现 原来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做 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各舍不了 我一定要在我离开前 将一切事情打点好 是要来谈宫事吗 不是谈宫事 谈感情 谈宫事 文笑 对于文笑 我该付出的多付出了 该结束的也都结束了 现在 我是真心地祝福他和言下的 所以跟文笑没关系 你 有新的对象 是找到喜欢的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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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如果你是真心喜欢她 觉得和她在一起能够幸福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做 祝福你 所以 你以后只能喜欢我一个女人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这些都是私人定制的设计稿 这么多 你花这么多干嘛 我想多花一些 最起码两三年之内不用愁了 怎么可能 现在每年的流行趋势都不一样 你花这么多再多也没用的 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吧 行了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我们现在有了第一单定制 只不过跟你原来的不一样 是婚纱 婚纱 我完全没接触过 哎呀 我相信你可以的 严霞 不用担心 你放手去做 大胆地去做 我相信你设计的东西 你会喜欢客人也会喜欢的 就按这个尺寸做好 这个 是给慕总监的吗 不然呢 你不会以为 没 没有 这件事情先对临山保密啊 嗯 这什么呀 丁夏 一切准备就绪 陌诚今天晚上求婚 能不能成功就靠他了 哪 哪 咱皆 牟总监 什么情况 我还以为这是文孝给你订的婚纱呢 怎么突然冒出回客户来 客户人在国外 没法来制衣铺试衣服 所以才造成误会 我就想啊 让你穿上婚纱 拍视频确认一下 然后看看有没有尺寸需要改的 我穿上婚纱 那不就跟我是新娘一样 快去换上吧 客户还等着呢 快去吧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待会儿看你的了 客户人 这件衣服 是我请玩笑 让严夏为你定制的 独一无二的婚纱 不管是曾经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甚至未来的我 你都是我这一生 最重要的人 我从未懂摇过 我这一生 可以错过任何的一切 但唯独不能错过你 让我陪伴你 走完这一辈子 灵珊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往下 灵珊 爸 癌症来得太快了 我吃药 也不管用 我该怎么做 这样吧 你保佑我 再活一年 一年不行 六个月也可以 我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 我没有做 我没有 我没有 你 我没有 我嫌 我没有 我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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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追问严夏 严夏一定会躲开我的 我要学采访 什么 我说 我要学采访 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当设计师 我来当采访 虽然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一定可以学会 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时间陪我妈去逛街 今天好不容易去了 还被你给破坏了 文啸 牟总监跟我说过 你家里的事情 但我觉得 那都不是最真实的 你能自己跟我说说吗 其实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我了 那个时候 爸爸经常晚上不回家 妈妈就会等爸爸 一等就是一夜 妈 你还在等爸爸 乖 你先回去睡觉吧 妈 妈 看你都病了好几天了 我给爸爸打电话 乖 你别去 爸爸生意忙 再拼命工作呢 我们不要打扰他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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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恨我爸 但是我妈临走前跟我说 妈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妈 妈 我可能要暂时离开你 去另外一个世界了 你不能离开我 傻孩子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你还笑 记住了 你要健健康康的 不要有怨恨 记住了 你 一定要替我 照顾好你的爸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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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恨任何人 尤其是你爸爸 他说 最痛苦的 不是离开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因为是妈妈交代的 所以我就还是照做 妈妈 自从妈妈走了以后 爸爸就搬离那个房间了 住到了客房 之后每天晚上 就会从客房里传来哭的声音 有一天我就很好奇 忍不住跑去看 我就看到爸爸在里面哭 父亲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其实爸爸很爱妈妈 我爸他真的很爱我妈妈 所以我不怪爸爸 爸爸那个时候 可能忙于工作 把对我跟我妈的爱 都藏在了心里 忽略了我跟我妈的感受 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闻笑 虽然知道 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学会一切 但你为我做的努力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你早就知道我的病了 对 你就不应该瞒着我 告诉我妈 只会让我更痛苦 我是为了要救你 你知道 这对我妈和严冬来说 有多残忍吗 我妈当年就是因为 劝我爸上手术台 我爸才会死在手术台上 我爸离开以后 我妈像疯了一样地找我爸 他怨恨自己 为什么要逼我爸上手术台 闻笑 我不会让我妈做出这个选择 我更不会让我妈捐赶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完 这一个月离开 你为什么不让我安安静静地离开 可是我不能失去你 可是我不能失去你 颜想 你妈和严冬也不能失去你 我经历过父母的离世 你也经历过父亲的离开 你就应该比谁都清楚 当年我妈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错失了最好的治疗机会 可是你知道吗 最痛苦的是我们 你活下去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 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 要剥夺我们对你的希望 好 答应我 你做手术 等你病好了 我就跟你结婚 好 我答应你 但不管手术 失败或成功 你都不能悲伤 你都不能悲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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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墨辰先生 你愿意娶面前这位美丽的女子为妻吗 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人生伴侣 安慰她 保护她 爱护她 视她如珍宝一样 无论她疾病还是健康 富裕还是贫穷 都始终如一跟她到永远吗 我愿意 穆灵珊小姐 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位英俊的男士吗 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人生伴侣 陪伴她相信她 支持她 依靠她 无论她疾病还是健康 富裕还是贫穷 都始终如一和她走到人生尽头吗 我愿意 现在我以神的名义 宣布你们正式成为夫妻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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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 你能站在 你能站在海边等着我 我穿着婚纱 大步地跑向你 然后奔向你的怀抱 好 我答应你 我在海边等你 每个人每个画面 都让我们 在这个夜晚感觉很美 听说天不够黑 别着急入睡 那些向前的人 会慢慢出现 星星大满美 我不想浪费 这个世界和自己聊一聊天 听说天不够黑 别着急入睡 那些恨过的人 会面的完美 我还不会累 我还不想睡 只要 我烈烈度过 这迷人的夜 就寻了你 我还不会死 我可以给你 我还不应该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